国拼世界冠军方博不满裁判的判法 怒踢毛巾箱 引起激烈争议 在2018-2019赛季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 国拼世界冠军方博一比三输给赵昭燕的比赛引发争议 方博因不满判法 情绪失控怒踢毛巾箱子 被裁判红牌警告罚分 在比赛前三局 赵昭燕以2比1的局分领先 到了第四局比赛 方博无路可退 但是开局还是并不理想 在4比7落后时轮到方博的发球权 由于落后较多 方博尤其重视自己拥有发球权的机会 方博发球 赵昭燕回球下网 方博正在庆祝自己拿回关键一分 赵昭燕却举手示意擦网 此时主裁判已经举手示意方博得分了 副裁判也正准备翻比分 两位裁判都为举手示意擦网 但却突然改判 判方博擦网 让方博重新发球 比赛落后的交集和对判罚的疑惑 一下激怒了方博 方博来到裁判员旁边 表示没有示意擦网 那就该是自己得分 为何打完了才示意擦网 不过裁判并不给予任何解释 主裁判在两次示意方博重新发球 后方博才回到球台 再次发球的方博已经心态大乱 发球丢分 4比8落后 此时 方博的情绪已经失控 做出了不冷静的举动 他走到裁判旁边怒涕摆放 擦汗毛巾的箱子 这一行为遭到主裁判的红牌警告 在被罚一分 以4比9落后 最终已经无心在战的方博丢两分后 以4比11 总分1比3 不敌新星赵赵燕 从比赛画面看 裁判第一时间确实没有示意球擦网 赵赵燕在接球一瞬间 也没有示意擦网 而是在接球出台之后才示意 按照比赛惯例 如果对手擦网 应该在接球的同时举手示意擦网 由裁判进行判罚 裁判的判罚确实不妥 但是对于参赛选手方博来说 无论裁判怎样判罚 用脚踢摆放擦汗毛巾的箱子 都是非理智的行为 赛后方博因此受到了停赛两场和罚款的处罚 方博也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道歉 赛后也非常自己非常后悔吧 这种行为 一直给队里给拼携都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然后给所有的球迷啊 还有一些小朋友啊 还有看球的一些观众朋友们 就是也都是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 那么大家认为这次事件到底谁应该道歉呢 再有类似